这个身穿英雄制服的男孩自封海扁王 他像和超级英雄一样能够成恶除奸 可小混混丝毫不带怕的一刀子捅下去 海扁王直接双腿发麻瘫倒在地 刚走没几步又被汽车迎面撞飞 这哪是海扁王 简直就是被扁王啊 面具之下的海扁王不仅是名高中生 更是一个屌丝 有混混来收保护费 他怂得第一个套钱上交 为了给自己壮胆 他才订购了一身紧身衣 成为一名海扁王 刀战过后已经痊愈的他 却因获得福 发现自己也有个天赋 那就是骨头特别硬 并且痊愈速度快的惊人 以后被打都不怕了 为了打响名气 海扁王再度出山 第一步就是帮邻居找到丢失的爱猫 可刚找到小猫 就碰上了几名混混围殴一个路人 作为一个超级英雄 海扁王哪里能忍 立马冲上去就是干 有了因骨头天赋加持 他被打倒在地都安然无恙 站起来继续打 最后混混都打累了 海扁王还在那站着死守 此时警察也快来到 他们只好溜之大吉 而这正义的一幕 也吸引了路人围观 将他的壮举发到了网上 海扁王一夜之间 成为了爆红明星 登上了各大新闻头条 还收获了一万粉丝 看来这次的打响名气 很是成功 没多久海扁王的粉丝告诉他 让他帮忙去解决一名罪犯 本来海扁王还在犹豫去不去 但这个粉丝正是他的暗恋女神 而且那名罪犯欠钱不还不说 还对女神进行了施暴 晚上就找上了罪犯家门 一个电机枪过去 想要把罪犯点晕 可对方不仅没事 还把海扁王抓了起来 正准备对他进行 器官切除手术时 这个女孩名叫超杀女 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 成恶除先 手持双头尖刀的她 虽然年龄只有十岁 但杀起人来 连眼睛都不带眨的 丝滑的格斗技巧 一瞬间就把罪犯统统解决 而这一套犀利的功夫 都多亏于她的大老爹所交 大老爹身穿跟蝙蝠侠 几乎一致的制服 专门负责远程支援 妇女俩之所以会出手相助 只是碰巧要来处理这批 罪犯藏匿的毒品 两人表示 以后有事电话联系 便帅气的翻窗闪人了 人气鼎鼎的海扁王走在街上 却被一个毒贩头子钉上 对方把海扁王踢倒在地 还不停地拳打脚踢 投资越打越气 直接一枪将其爆头了 为什么投资要这么狠 就是因为海扁王被超杀女 救下那次 把投资手下都给解决 还把投资的货给搞没了 这才让海扁王和超杀女 妇女俩成了毒贩投资的眼中钉 可这个海扁王 只是个粉丝冒牌货 真身还活着好好的 真是可怜了那粉丝了 没过多久 又有一个自称 红旋风的英雄出现了 说是英雄 但他其实是毒贩投资的儿子 为的就是靠近海扁王 让其引出超杀女妇女 将他们一网打尽 红旋风以拯救城市为由 成功约出了海扁王 本想和毒贩投资李应外合 将他带去自家仓库 严刑逼供 却没想到仓库 居然燃起熊熊烈火 红旋风立马冲进去 拿走了一个小熊玩偶 可计划失败 他只好让海扁王先走人 下次再找机会下手 红旋风回到董部 他刚拿走的小熊玩偶 其实是个监控器 里面记载着仓库失事前的所有影像 证据表明 正是超杀女的父亲大老爹 过来捣乱 为的就是击垮这群毒贩分子 而这下 头子对于这群英雄的仇恨值 更是达到了极点 势必要除掉他们 而超杀女这边也不闲着 身份暴露后 妇女俩开始制定计划 准备强攻毒贩总部 可他们计划的再缜密 都被傻瓜头脑的海扁王给害了 红旋风这边找借口复仇 让海扁王约父女俩见一面 等到四个英雄齐聚一堂 红旋风直接掏出手枪 将超杀女打到楼下 而紧随其后的坏蛋手下 将海扁王和大老爹都抓了起来 可毒贩头子抓到人还不过瘾 非得搞个直播放到电视 让所有民众围观 随后开始对海扁王跟大老爹 进行惨无人道的施暴演出 甚至因为过于暴力 电视台还终止了直播 就在罪犯要结束两人生命时 屋内灯光突然熄灭 是超杀女杀过来了 她头戴夜视镜 举着手枪一枪一个 一眨眼功夫就把罪犯统统解决 可她虽然救下了海扁王 却救不回自己至亲的大老爹 超杀女线上告别之吻 便带着海扁王回到了安全区 两人全副武装 势必要为大老爹复仇 惹谁都不要惹这个小女孩 为了替父亲大老爹复仇 超杀女来到毒贩总部 骗取了看守的信任 可就在下一秒 超杀女来到顶层 一个抬手 一个飞扑 轻松解决 电梯门位 再来多十个都不带怕的 毕竟好戏才刚刚开始 瞧瞧这气势汹汹的样子 被惹毛的女孩实在是可怕 虽然手枪没了子弹 但她可是和John Wick败过师的呀 两把飞刀过去把剩下守卫都给吓傻了 眼见打不过超杀女 守卫只好掏出火箭筒伺候 就在这时 海扁王驾驶火箭推进器出现了 两把加特林扫射下去 就剩下最后的毒贩老大和红旋风了 最后红旋风对阵海扁王 毒贩老大对付超杀女 可单论力量方面 超杀女根本不是对方的对手 只能依靠敏捷之胜 拿着一把小刀都快把对方捅成马蜂窝了 却还是被反杀 狠狠地给砸倒在地 眼见超杀女就要被枪绝 刚好解决了红旋风的海扁王出现了 两人逃离毒贩总部后 来到了大楼天台 认识了这么久 两人终于摘下了面具 看清那面具之后 那身为普通人的面庞 那充满正义的面庞 终究还是那句话 邪不压正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海扁王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